我想問候選人 你們覺得你們剛才提出的所有活動 多數都是在我們的Club裏面的Members做的 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 可以說跟UT的其他Club 或者跟其他學校的報紙Club 有什麼活動可以一起去溝通一下 看看我們的報紙有什麼可以改進 或者可不可以幾間學校一起出一份報紙 可以令我們Foodprint的覆蓋份量範圍更加大嗎? 先逼一下 例如我提出的Cooking Event 我寫的是Protest 不過我想過 我們可以反而在Member的程度 教我們煮飯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Multi Joint Event 我們找不同的學生組織 然後叫他們組成一個團隊 然後我們有一個團隊 然後我們有一個主食Cooking比賽 這樣就可以增加我們在Foodprint裏面的貴屬感 和增加我們的團隊 而對外方面呢? 即是你說的是我們自己的Facebook的Member裏面 的contest 但我剛才問 對外 即是對其他Club 或者 即是contest 會不會 譬如說 你每一個Club 就做一個團隊出來 然後幾個不同的Club的團隊一起在這裡比賽 你的想法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很多Joint Event 我提供的Event 很多都可以變成Joint Event 例如Ski Trip 我們一起去滑雪 我覺得跟其他Club是沒有衝突的 譬如你剛才提到Ski Trip 是的 Ski Trip 其實我們今天聖誕節 都有計劃過Ski Trip 但後來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車 你租車 因為我們 其實很多Event 都不知道有幾個 計劃的時候 不知道會有幾個會員去參加 而租車 可能你遇到多人去的話 就要早點預約 還有我們遇到一個保險的問題 譬如你去滑雪 雖然你覺得是一種寒冷的東西 但其實也會有危險性 如果你在計劃一些活動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到 譬如說 一些uncertainty 即你最初不會想到的東西 如果你這樣試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很多問題就是 我覺得是計劃的時候不夠詳細 就算是計劃了 我之後同意你說 你有很多 unexpected的事情會發生 那就要很靠我本身的應變 我相信我自己是有這樣的想法 謝謝